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推行一个政策 要修改法律 用罗马评音来取代我们现在的中文姓名 对所有国人 一般民众 然后叶俊荣说谎 可是内政部的官员不敢说谎 所以就露线了 内政部的部长到今天为止 没有对这个事情有清楚的交代 到今天为止没有道歉 到今天为止他的谎话依然存在 他在含糊的呼隆 想这个事情风头过去 然后他就继续搞他们的 不知道要搞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让他继续这样子吗 叶部长 Y.E.H.部长 请问你不用道歉吗 请问你不用向全体国人道歉吗 请问你这个不叫做被阻气忠 什么叫做被阻气忠 好 那两岸关系被民党打烂了以后 结果怎么样呢 后果当然是老百姓承担了 我们可以容忍这样子吗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之前好 大家晚安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之前大家晚安 国会助理郑兆新 大家好 现在每一天我们看到数字 其实都触目惊心 今天来看两个 一个是两岸的航班 因为之前我们一提醒了 两岸最近有在来往两岸的人 都感觉到说 怎么坐的飞机越来越小 然后航班的班次越来越少了 今天更精确的数字已经出来 然后夜市 夜市是我们台湾人最在地的东西 夜市也看到两岸关系的冷暖 两岸航班瑞减 两岸每周 本来我们可以飞航290班 不少航点是属于大陆的 二三线城市 那二三线城市台商不多 路客 最重要是路客有限 所以双方达成航班协助以后 从来没有飞满过限额 在马政府的时候 最多750多班 然后蔡政府变成571班 750班到571班 其实你差不多减少了 三分之一左右 那民航局的官员说 不用怕 没关系 这个下来我们有别的上去 什么上去呢 新南向 新南向的航班的密度 要积极地提升 年底前呢 每周飞航550个班 做目标 目前已经每周飞航500班了 那来看看2016年路客 351万人次来台 负成长16% 那2017年不是更可怕吗 2016年已经负成长16%了 大陆旅客减少12.8% 成长率是近9年来最低的 而观光外汇成长率是-6 从夜市上看得很清楚 高雄凯旋夜市 他的副总刘昆松说 高雄气暴跟陆克不来 凯旋夜市本来700多个摊 剩下多少 20摊 700多摊变成20摊 生意掉9成 只靠周末300多摊 跳蚤市场苦撑 一个月亏损100多 瑞丰夜市是最大夜市之一 以前 他说 以前大陆的路客涌入 有摊商一个晚上要卖1、2万 现在路客不来 在地人的消费也低迷 一个晚上只有几千块 从1、2万到几千块 所以差很多 六合夜市也是一样 市林这是高雄的 台北的市林摊商的缴的税 现在很多摊商 很多做小生意是要缴税的 他缴的税 一年就减掉460万 因为他们收入大减了 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永平 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些讯息 然后又对照于民进党的嘴硬 现在我才终于了解 为什么蔡英文一上来 要讲新南向 我本来很大祸不解释说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 大家也讨论过说 你新南向 你到底怎么去南向 对不对 第一个东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已经结盟的很深刻了 第二个大陆又比台湾 更早提出这个一带一路 然后整个东南亚的很多的部分 包含我们看到 菲律宾的转向等等 都让大家想说 你到底谈新南向 你的利基在哪里 可是智显 你今天的数字解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民进党的新南向 并不是拿来做真正南部的 这个东南亚的推动的 它的新南向是为了来粉饰太平 来解释说 哎呀我们路客不来 没关系 我们花钱去请新南向的观光客来 那航班取消 两岸要取消 没关系 我们再花钱呢 因为有新南向这个政策的支撑 我们再去开很多航线 也不管那些航线会不会赚钱 有没有生意 然后如果路客 各种人再不来 学生也不来 没关系 我们再片面性的 给这些东南亚的 根本跟我们没有互惠的 这些国家 通通都单面性的 就是给他免签 给他利多 给他旅游的优惠 给他读书的优惠 就是通通都叫他们来 所以新南向 并不是真的 要把我们的企业界 带到东南亚 给他们开拓市场 也并不是他真的有一套 多么好的济囊妙计 要跟中国大陆的 一带一路来竞争 什么都不是 他就是拿来 用我们台湾 很善良的民众 过去就因为蔡英文 维持现状四个字 就骗了选票 就投给他 然后今天开始 夜市从700摊变20摊 开始痛苦的时候 他就给你这个 打马飞 马飞跟你说 不用怕不用怕 然后你来吃这个 止痛药 我们有新南向 新南向一弄呢 那些这个班机一来 观光客一来 你又可以得到解救 那其实说的是什么 节目也揭露了 就是台湾纳税人的钱 对 从头到尾呢 比如说 他现在说 没关系 你们观光不好 我要用减税来救观光 减税没有办法救观光 他只是让很多 可能要倒的 晚个几天倒了 摊商直接讲 两岸破冰 把柄做大 你现在不但两岸的没有了 而且你又一利一休 还有其他的事情 整个就几乎都垮掉了 师成 你知道减税啊 我好有一笔啊 当初为了增加所谓的股市的交易 所以我们政府的祭出两大措施 一个叫做涨跌幅限制变大 第二个就是可以当冲 就为了股市名嘴说 对不起 我们不是 涨跌幅对我们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然后这个所谓的当冲对我们影响不大 我们做股市不是为了这个所谓的涨跌幅度 也不是为了要当冲 我们要赚钱 你这些所谓的这些指标对我们没有意义 同样的我们在做观光也是一样 你减税有什么用 我们赚不到钱减税我们还是这样趴下来嘛 因为你如果 你如果亏的比赚的多 对啊减什么税啊 你是不利缴税的 而且我对不起啊 我再讲一下 这个是在2015年8月10号 那天的新闻所做的分析说 那个时候因为航班不够 所以每周呢 要从840班增加为890班的两岸航线 这是2015年的8月10号 这是最近这新闻就是 我们每周要减100班 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大陆人为什么喜欢到台湾来 第一个是很近 非常的近 旅费就可以省一大堆 第二个呢 有熟悉感 又有好奇心 熟悉的就是说 这个台湾嘛 很多也知道还叫中华民国嘛 文化语言学员 对 然后文化风俗习惯 全部都一样嘛 好奇心就是说 究竟台湾跟大陆 分隔了这么久 而且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还有 有神秘感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因为 他在海外 或在大陆认识了台湾的朋友 甚至在台湾还有他的亲戚 存在这样子 所以他要来台湾看一看 所以有特殊的情感 对 所以会来的原因在这里 那你讲像韩国的客人来台湾 他们来了一次以后 他们可能就不会有第二次的 这样一个熟悉 就没有第二次的兴趣了 再来的兴趣 中国大陆这么多年 在宣传台湾的时候 他们常常提到阿里山 常常提到日月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说 有好奇也有熟悉 熟悉是他们的政府 一直在宣传这个 好奇就是说 我想去看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赚大陆的钱最容易 最好赚 你现在在很多地方 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补贴 还有一些甚至 你都自己丢掉 我们不是讲说跟大陆 要大家要讲对等 要讲尊严吗 东南亚有些国家 没有给我们免签证 我们现在给他免签证 那你跟大陆讲对等尊严 跟这些国家不需要讲对等尊严 不用 只要跪地求饶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 整个的意识形态 就是很怪 你为了不接受九互公事 然后你为了要跟大陆 有所区隔 有所隔离 你甚至要跑到南太平洋去认清 很不自然 很牵强 很做作 而且很不聪明 大家知道台湾民意调查测经会 是游英龙所办的 游英龙是过去海集会 民进党时代海集会的副秘书长 他公布了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有52%的人 不满意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满意的有36% 基本教育派 那你看一般中间选民 跟一般大家有理性的 已经够半数了 当然欠不回蔡英文 但是 他不是最追求民意吗 他追求民意是选择性的 他想配合的他才去追求 十月其实过去来讲是观光大业 因为中国大陆是个 大家休假 十一长假 泰国今年是最大获益者 因为他收到了大陆的大礼 收到102亿 你就可以看到 光是十天 光那十天 那我们呢 我们当然什么 就剩一点点 我其实是最清楚的 这些年 因为我每年大概 大概坐国内航线 就是台北到金门 大概一年要坐四五十次 以前真是几破头 而且都是大陆观光客 又很多人走小山通 现在呢 现在飞机蛮好坐的 而且里面都有空位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就是这一年都来 所以你今天 这个东西已经是不用解释了 不管你在任何景点 你把它对照过去跟现在 它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观光局 他说我们要减税 你知道这个减税是怎么来的 民进党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 蔡英文的闺蜜小美琴 还有叶宜金 今年一夜在立法院提案 要求要给观光业者 旅游业者减税 所以我们观光局才端出这个案子 这是民进党的立委 在上任半年 今年一夜嘛 就发现说 已经一片哀鸿了 而且这个一片哀鸿 是民进党的政策造成的 是 是他们害的 所以今天台湾最大的经济问题 最大的民生问题 它其实就是两岸嘛 那今天游盈龙 他也是立营的要脚 他做出了这个 大家一看 都知道问题在哪里 可是我们的政府明完不灵 他现在只对 你是不是要改罗马姓氏 黄小姐 对你这个有兴趣 我们要发起联署 反对 坚决反对 这个蔡政府 改我们的姓氏为罗马姓氏 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火力 放在台独的运动上面 就是不敢真正去推动 台独大家来公投 或者去喊台湾宣布独立 不敢 但是私下的很多动作 尤其在文化上 在语言 然后在非常多的小动作上 那这一点 你看我们的经济这样 执政的在搞他的意识形态 老百姓怎么活下去 当民进党 当独派很多人 一直在讲 在操作对军人的羞辱啊 仇恨啊 怎么样啊 到最终就变成 周末的这个例子 为什么呢 爆料公社里面 有一个人写了说 大家熟悉的网品集团 西体牛排 服务很好吧 我老公是退役军人 去应征 结果呢 面试 副店长就跟他约时间面试 结果 让这个太太很愤怒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副店长 跟这个interview的人 跟这个连长退役的人说 我最 当面讲 说我最痛恨的 就是你们志愿意 志愿意 平常又没什么事 又只会凹意义 钱领那么多 凭什么我们老百姓 还要缴税养这些志愿意 然后还说 我们服务业是最卑微的 你之前是连长 这种卑微的工作 你做得起吗 其实我大概知道 他想表达的意思 可是比如说 他可能觉得 当连长带兵的人 当过官的人 也许你要来做一些 很卑微的基层的事 你可能不能做 可是话不能这样讲 然后这句话呢 更是 这句话更是 非常羞辱人的话 结果呢 就造成 退伍军人集结在 西提分店 跟他们抗议 最终 王品集团 还被发起说 巨吃 不要买他的餐券 然后王品集团 郑重地出来 向退伍军人 向军人道歉 所以赵新 这个事情 我觉得 也不是西提 因为西提已经道歉了 然后这也是他个人 副店长的行为 可是 他会这样讲出这句话 我觉得其实是被操作的 结果大家 老百姓都受害了 其实这看起来 虽然是一个个人行为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社会氛围的缩影 当我们现在的执政长 过去的在野党民进党 不就是这样子去教育 我们的太阳花世代吗 不断的用各种的方法来强调 做军人就是只会领18% 是米虫 在军队里面不做事 这种人越少越好 用这样子的东西 对我们的年轻人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我们来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的总统川普说话都非常争议 但是他只有一次在国会讲话 是全场解替鼓掌 他就是介绍那个军人的遗孀 有没有在国会里面 去强调军人的贡献的时候 美国的这种参众两院的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是没有意义的全体站起来鼓掌 这是美国川普就任以来 唯一的团结时刻 没有牺牲的时候 没有牺牲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都盗贺财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知道 他的军人是在替他们卖命的 所以他们的军人在美国 就不要讲说 退伍军人协会有特殊的地位 另外还有很多 比如说看球的时候是VIP做 或者是特别强调军人 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机场回来的时候 大家会起立鼓掌 对会起立鼓掌的 是非常尊敬的 因为知道军人是替国家卖命的 而民进党这样子 为了取得政权 错误的制造 我们军人对国家 没有贡献的这种印象 所以造成了我们 其实最基层的军官 在这个社会上 被人家瞧不起 受到侮辱 所以他们一辈子为民众 卖命 为这个国家卖命的贡献 得不到feedback 那换言之 我们重新来看一个 非常讽刺的对照 就是我们的这些军队的高官 尤其是在什么退府会 等等之类的 在接受国家 所赋予你的 执行的权力的时候 你就是应该在背询 一两句话 你就觉得你受辱 不好意思 你真正要照顾 这些广大的基层的军人弟兄 在街上 被真正的这些民众 被你的执政党瞧不起的时候 这对于你一个作为军官 才是最大的羞辱 你是说李翔纏吗 应该就是他 大家自己看 还有100分部长 有不求官部长 也有不求官主委 也有100分部长 当你的弟兄 当你的下属 这些你称为弟兄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受到羞辱的时候 你有没有站出来替他们讲话 他们觉得无所谓吗 对 这才是对军人最大的羞辱 就是你的执政党造成的 你不站出来指责 而却在这种执行里面 说这个东西是对你的最大的羞辱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讽刺 你要站出来 因为是太太又可以什么 夫妻党多的是 这个国家不是国 是他们家而已 所以就这一点来看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的公务人员 在这种环境之下 你说谁还对将来会抱有期待 抱有希望 谢谢大家